議長 那個裝設的位置 真的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我們幼兒園 正式監視器 我不是說不好 整個位置要對 在 貪主區 貪主區的幼兒園 六年多前發生一間 園長把孩子帶進 他的辦公室 帶進去那裡撿 這個我要怎麼說 像這樣 我們政府是延續的 像這種問題的話 你們 不需要再調監視器 要再調有 抓孩子 看到有 在調的時候看到沒有 我要告訴大家 跟議員報告有關 幼兒園發生不當對待的事件 我承認 這件事情也有 重要的論證之一 但是我們的調查委員會進行相關的一個 訪釋或者訪談的部分 也是針對調查的 結果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調查六年多到現在沒有結果 就已經覺得 所以說 這個檢視器 正在因為 你們要好好去檢討 我不是說 正在檢視器 最起碼 像這個園長把 小朋友帶進去去 碰到頭簽的眼睛回來 那是家長的課程 也是訴求無問啊 不知道要怎麼樣啊 所以你們在爭這個時候 是不是你們做一個比較貼貼的檢討 真真真要爭的地方一定要爭 不然是沒有對證 根源報告 所以說那個我們調查監視器 是重要的佐證之一 訪談跟那個調查委員的專業意見 跟判斷也是重要的依據之一 沒有啦 你們都說這個 沒有錯 你們都說這個 我也都聽著 我也相信 真的說我也相信 我們這個幼教人大家都很專業很好的 但是 跟一個壓力的時候 如果去抓起來的時候 會怎麼樣 那一花不可收拾 我就這樣說 好理教的就是沒了 這個園長是 在譚主的檀陽班去看著說 他打老師 這個監視器就撞到了 這樣才出破了 所以說有時候 我說真的 你們要爭這個 當然是很好的 要去爭好學 但是有時候 像這樣啦 那孩子打到這樣 師父對證了 他就說沒有了 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他說他沒有他打 孩子自己去撞拼 你要相信嗎 反正好 我相信我們的那個調查委員的專業 他不只 專業就好 這件事真的 很重要 這個園長 用 茶杯 像老師這樣去撞到的 這樣辦法把它處理 不然 這個家長是沒有對證 你要怎麼樣 他就說沒有了 沒有就是沒有了 所以事實 真相總會出來的 謝謝 結果 結果是 在打孩子的時候就沒有真相 你請多 謝謝 小月教 我們現在這個 託音中心 還有一項 保母協會 還是 在帶孩子 就是居家保母 居家保母 是 還有一些協會可以在這裡 他們有做什麼 看你們做什麼 外公的說 跟他們輔助說 他們可以 在這個專業鄉民 可以說更專業 更有愛心 來帶孩子 是 跟議員報告 我們的這些 居托人員 托育人員 其實每年都有 18個小時的調訊 18個小時 他們有 他們這個居家的 那個 帶孩子的地方 還有這個監視器 目前我們的法律 還是你有補助嗎 我們目前並沒有 要求他們在居家的處所 因為他都是在自家的家庭嘛 那我們剛才像今天已經討論過 就是我們連私託的這個 託音中心 我相信是這樣 你可能就要找一個經費 就算了 跟他們 大家一起鼓勵嘛 我們就 我們就鼓勵 就鼓勵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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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